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 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好的 那這一期要來玩的是這一隻蘿莉城 那直接來看一下他的圖鑑吧 這隻我有覺醒啦 覺醒後有玩過修羅道 還可以啦 只是說早期的盾甲 傷害比較沒有那麼的可觀 那他應該是漂亮系列算是第一批吧 印象中他好像是第一批 好來看吧 那稍微複習一下這些以前的一些 有看過啦 以前有看過有介紹過嘛 那這次我把它覺醒再來玩玩看 好久沒玩了 那女性格鬥加攻擊力增加60%然後HP-10% 好 核心的話就是加一堆屬性攻擊力啊 藍色 黃色 紅色都有 然後有爆傷 爆擊率 然後加攻擊力 那這個有一個超必殺使用時有100%重置所有主動技能的剩餘冷卻時間 這個跟那個瘋八一樣 他這個跟瘋八一模一樣 瘋八也有這個核心 那這邊是完全免疫這個暈眩 不怕暈眩 所以如果你遇到他的話 應該是暈不了 我平常自己在打的時候我都沒注意嘛 有時候 那個修羅道BOSS如果是真靈的話你也暈不了 或是打那個 正名的戰場遇到真靈也暈不了 那羅力城也暈不了 所以不好打 而且羅力城彈不太起來 就是說你打他基本上不太會浮空啦 只會彈一點點而已 有時候甚至他就拉在地上不起來 所以很難連斷 那他的這個是技能 主動技能命中之後包含防守有40%暈眩敵人2秒 也就是說他技能1 2 3都是主動技能 有機會都有機會暈人 那他沒有冷卻時間喔 他沒有冷卻時間 也就是說 有可能你一直會被暈 有可能 如果你運氣不好的話 你遇到羅力城就一直被他暈 那有時候有可能他也暈不到人 因為40%嘛 所以他的技能還不錯啊 自帶暈眩 只是機率比較低 三個技能都有 那來看一下吧 技能1就是比較單純嘛 防禦轉攻擊力嘛 然後他會把敵人給 打趴在地板 那技能2就比較花時間 比較拖時間 雖然他有那個超級護甲 但是他這個超級護甲 是沒有秒數的 也就是說 他在旋轉的時候都是有霸體的 然後這個就是 可以反擊嘛 然後警線戰力狀態可以使用 所以他這個技能2轉起來的時候 還滿痛的 只是他沒有免疫啦 如果他面對比他傷害比較高的人 他有可能會受傷慘重 因為他沒有免疫 然後這招又有很多時間 而且好像不太能中斷 可能要用技能中斷 你的普攻是沒辦法中斷的 那技能算是防禦力加35% 10秒 還不錯啊 以秒數來說 8秒10秒 這個8秒也滿多的 這10秒 OK那打手的話我常用 他打手是可以把敵人給暈眩 好 那來預覽一下技能給大家看一下 稍微複習一下 因為現在角色很多嘛 可能每個人都是 湊到之後就放倉庫了 就這樣而已 所以技能1起手很危險 非常危險 有可能會虧痛 因為他的出招其實不算快 有沒有他 霸體時間很長喔 我們看他霸體持續時間非常久 這一招也是 不算快啦 不算快 但是距離算遠 然後可以把敵人給打飛 所以如果你要順順的接是321 那如果你要追求傷害高一點的話 就123 那如果你要穩一點的話 穩一點的話 就霸體騎手 只是他這個在轉的過程很容易被敵人閃開啦 如果是BOSS的話可能會閃開 因為他畢竟是沒有黏性的攻擊 OK那鐵球大覆殺 這一招也是必須要靠近敵人才放得到 如果離敵人太遠的話可能就會空打 鐵球大爆走是往前打吧 好 好像也是要有一定距離 OK 大概是這樣 那緣份的話 他緣份蠻多隻的喔 我記得還蠻多隻的 你看 這麼多隻 減冷卻嘛 一秒啊 這邊還有一些加攻擊力的 加爆傷的 然後加移動速度 加攻擊力 然後這邊又有冷卻 減0.5秒 我覺得 金卡法不錯吧 有攻擊力 有防禦 然後又減冷卻 0.5秒 還可以啦 那不然就是這隻也不錯 這個伊莉莎白我覺得也行 所以我說每隻都不錯耶 正妹這兩隻就還好 你要嘛就是減冷卻1秒嘛 然後要嘛就是配這個 伊莉莎白或是這個 複製靈 漂亮的複製靈 或是這個漂亮金卡法 我覺得這三隻紫卡都不錯 好 大概是這樣吧 那如果是打修肉道的話 我還是會推薦用暈眩打手就好了啦 不用管太多 那來玩一下吧 喔對了有網友提醒我那個 補面的墨斯 我昨天有漏獎一個吧 有漏獎呢 我們就給我 大家就自己再補充就可以了 就是那個 這個 雷歐娜 這個雷歐娜他 這一隻雷歐娜 菌娜好了 菌娜 他技能是有那個 也是有持續爆破的 這種劇毒 劇毒傷害然後 核心吧 這邊有沒有追加兩倍 並解除中毒 這個是爆破傷害嘛 持續爆破 所以菌娜也有 如果你們有菌娜也可以試試看 到底好不好用 那我今天就沒打了啦 我就 比較懶我就不想打了 因為 你們想想看我要做的日常這麼多 然後每天要再做一期影片 然後其實我的頻道還有玩其他遊戲啦 所以時間上會比較吃緊一點 能放棄的任務我就放棄了 OK今天 紅龍狀況不是很好 好 剛睡醒然後又有吃東西 好 那來吧 先打個幾場基本的吧 嗯我就配這個就好了 我就配這一隻 伊莉莎白 然後套卡的話就用盾套吧 齁 就這樣 呃我這個號沒有抽將軍 沒有抽那個 大盾套 可以抽啦 懶得抽 不想抽 抽到還要練 現在更不想練卡 好 來吧 我覺得青小兵就321吧 我覺得青小兵就321吧 就修的到青兵 青小兵就321吧 有沒有看到槌子還蠻可愛的耶 翻跟斗 用槌子翻跟斗 好 早期這一隻打PVP的時候 當時也是蠻夯的吧 也是蠻難對付的 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畢竟他那個彈不起來 真的還蠻厲害的 你可以爆氣啊 爆氣1 2 3 那有可能被閃他 你如果怕被閃開 就1 3好了 就不要按2 因為我覺得2有沒有 這個很容易被閃開 就是爆氣後的接招 你可以1 2 3 你可以321 然後因為2很容易被閃開嘛 那你就1 3 1 3 也可以 反正加防禦加攻擊力 是禁能1和3嘛 攻擊力2沒有 而且2比較 禁能2比較花時間 禁能2沒有任何buff 那這次羅力城早期的角色 就是盾角比較沒力 加上他又沒有那一種 現在那種負面狀態 灼傷 中毒 之類的都沒有 雖然他的傷害就比較弱一點 現在新出的盾角全部都有那種 像我們剛看的軍娜嘛 劇毒 然後那個 災絲是暗黑吧 然後1 3k的話是焦熱 對吧 每隻盾角出來都猛的跟什麼一樣 那這隻就比較 沒力沒力 但是蠻耐打的 好打一下這個風娜 打完風娜我們來打一下正名的戰場 來吧 1 2 我們要被閃開了 但他暈了 他是結束之後才暈喔 所以他可能會跑掉 而且那個暈是沒有 冷碎時間的 這邊是E3嗎 你怎麼卡住 突然卡一下 是不是 OK 1 3 1 3 1 3 或3 1 3 1 隨便你 你要1 2 3也行啦 只是1 2 3容易被閃開 好 很可愛 這隻真的很可愛 最有特色的吧 我覺得 這隻真的很有特色 就是我覺得漂亮系列有沒有 一開始出來這隻真的很有特色 因為他反差最大嘛 因為陳可安非常大隻啊 然後變成一個小蘿莉 那在這些就 就沒有他的特色那麼強烈 我覺得 畢竟他是第一隻啦 我自己是這麼覺得 後來來打一下正名戰場 正名戰場的或正名戰場也是一樣全部用暈眩打手 比如說這邊你看 嗯 這邊打手全部都用暈眩喔 最好要練一下 有點秒數你要練一下他才會提升 像我這卡60等啊 60等就沒有 因為我記得這個少爺可以到2.5秒吧 這個少爺啊 Kofi Kingston 還有這個啦啦隊長 都可以再提升這個暈眩秒數 這個可以讓你 技能冷卻不夠的時候 拖個時間 OK 好那來打一下吧 研製宿命 克里斯的話 傷害非常驚人 很有可能被他一波都帶走 所以說你打這個正名戰場 最好要 最好是有無敵的角色會比較好打啦 沒有無敵的話很難打正面 很容易就輸了 反正現在輸了也可以重來啊 再挑戰就好 你就多打幾次也行 恩..傷害一把我覺得 他媽剛好暈了 要不要閃開了欸 你就知道我的那個出招速度多滿 好鐵球大撲殺 好爛 有沒有快被帶走 打拚他一下 有沒有不好打喔 主要是這個傷害不夠 常常 常常要放好幾次技能 然後蘿莉城的技能出招有點慢 很容易被那個閃開 再來玩一次 321 321 不然312好了 哇 要被他閃開了 真的很愛閃 他好會暈喔 就是我們這個招式真的還蠻會暈的 OK 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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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OK大概是這樣 好來打一下修羅道 來我們直接撤退吧 退出 這個我不是退出了嗎 比較慢 他這種比賽結果都是 戰鬥的時候是沒有連線的 你看結束才連線 那外掛就是取得那個瘋包吧 我覺得是瘋包啊 他知道那個瘋包 騙過那個伺服器 你就贏了這樣子 就這樣 外掛是這樣的機制啊 他不是真的打贏 打贏這些對手 而是直接立刻結束比賽 然後丟個瘋包騙那個伺服器 伺服器又認定 喔你贏了 然後給你多少獎勵多少秒數這樣子 我推測是這樣啦 但是我沒有用外掛 所以我不知道 打修得到吧 就第一關 本來想要玩法尼一殺 但是我發現我沒有記憶 然後想說啊 乾脆修得到第一關就蘿莉城了 黃屬性嘛 剛好可以用 黃屬性 那隊長的話就用瘋八吧 他也可以啦 只是這樣瘋八就吃不到 因為他是女性嘛 瘋八是攻擊型 不然就這樣吧 因為我們主角是 主角是他嘛 對吧 打手換一下 我們來個暈眩打手啦 這關的BOSS也是蘿莉城 就兩個蘿莉城互K 換個少爺吧 啊這邊有少爺囉 真是的 虧我在那邊找半天 我覺得他這個找人的機制就沒有很好用 沒事要找打手什麼的 沒有可以輸入的或是快速篩選 是可以用這邊篩選 可是這還是不好用啊 就沒有一個打手的一個 熱鍵 那我們可以馬上找到 要的打手 好來吧 恩...321吧 3可以衝他們嗎 然後2轉他們 1 都可以啊 我覺得1,2,3也行 好死力要換人 誒怎麼沒轉到 啊瘋八沒有吃60%所以有點沒力 真的有感覺有差 有差有差 閃給我跳上去 有差 硬轉 因為他技能2是可以硬轉的 來蘿莉城 彈不起來 所以我沒辦法掩飾爆氣 因為他也彈不起來 我就1,3 我就1,3 好放必殺 然後再刷新 但是得靠近他 放完之後還是有刷新嘛 OK結束 當然不能跟呂靈比啊 呂靈真的是怪物 傷害太可怕了 真的超好用 OK差不多啦 這一期就玩了這隻 漂亮的沉可汗 我自己當初還蠻喜歡這隻的 然後我的哈姆號有抽到 好像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憶 反正也不能上場 因為我要上場一定要三星以上 不然那個修羅道沒機會用 很多地方都不能打 齁這個正名戰場也沒機會用 只是任務已經只是只是在掩飾而已啦 那平時你在刷關卡的話一定會找一些攻擊型格都加嘛 我都是用瘋八 瘋八再刷比較快 然後有時候會用屬性 屬性隊伍來刷一下 OK那這期就差不多就這樣吧 那不知道有沒有那個 有人在問我說有沒有那個合作啊 我也不知道啊 希望有 但是合作 要看營收好不好 我覺得 因為你跟人家合作應該是你要 花錢嘛 找人家合作 人家才會把那個授權給你用那些角色啊什麼的 不知道 就算有 應該要有才對 因為如果你要談合作應該是兩三個月前就要先談好 對吧 那兩三個月前先談好的話 你的資金應該要先到位嘛然後你要去開發那些角色的模組啊 然後技能啊招式啊 就再看看吧因為已經快一周年了 我現在已經10月了今天是10月10號了 遊戲好像是10月20幾號出的是不是去年 大家可以再去查一下他那個有說明 我看一下好了 給我一點時間我來看一下我的那個平常我都有貼嘛 就是我的那個 KOF的那個下方的說明欄位有貼嘛 10月22正式開放 就是說2019年的10月22現在是2020年 10月22 那理論上在12天就 滿周年了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要有一個活動 大活動 OK 那先這樣吧 大家一起 等待看看吧我也不知道 希望有 好了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我們下期KF再見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